富足的国家剩十多 还在讨论怎么样善用它 我们来看看缅甸的农民 他们推动米铺满 每一餐存一把米 发挥力量助人 整言圣人今天志工早会就开市 利米成锣 滴水成河 造福人间才能够让天下平安无灾难 2015年缅甸遭逢40年来最严重水患 此季除了原住应急经 物资和稻种 蓝天白云一路陪伴 为当地乡亲举办志工培训 激发善的涟漪 造福人间对自己来说 那就是快乐叫做滑喜充满 对整个社会苦难人 也有人来多关怀 多帮助 这就是一个种善因 受到慈祭竹筒岁月的精神感动 受助农民乌善丁不只在家中落实米铺满 也在瑞纳滚村挨家挨户分享这份理念 会聚起更多爱心 一顿饭减一杯米共同这个家 还是可以吃得饱 这欢喜心可以帮助别人 做好事不是富有者的权利 珍惜自己所有生活中的一个动作 日日都能行善助人 戴爱新闻江信信翁国家 华联报导